OK 貼上就可以了 OK 不對 貼上那不對 貼上 那這邊多的 所以這個地方 請你把這個 因為它只要後面的 它不要前面的 所以剛剛複製應該是 複製 這一串 跑掉 複製的話 剛剛跑掉 PASS 如果你要複製 貼到底下 就是Listworkbook AND 雙引號這邊 就是後面這一邊 然後貼到這裡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 留下 一樣留下那個斜線 貼上去 好 大功告成了 那當然你要試啊 第一個就是 先walk 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那我的習慣還是一樣啦 先 複製一個 過來 否則的話 你舊的會不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 把它在剛剛我們寫的那個 VBA 直接執行一下看看 基本上就改相對路徑喔 就是改這一個 OK 好來試一下 如果確定沒問題的話 我們按F8好了 慢慢讓它跑一下 先刪掉舊的 然後再路徑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問題的話 不過我好像是只有篩選小咪的 OK 過來了 沒問題 OK 所以 這個方式的話呢 確定沒有問題 那第二步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試試看 就是說 把它關閉 然後呢 把這個兩個檔案 搬到別的地方去 剛剛這兩個 我剛剛是放在 這邊跟這邊嘛 那假如說 你乾脆搬家好了 假如我把它關閉 儲存一下 不過它是 改這個 那假如說我把 這個檔 跟這個檔 搬個家好了 現在在這裡對不對 我如果把它搬到這邊來 搬到哪裡呢 搬到桌面好了 那桌面就是改了 位置的嘛 OK 那你可以再踹一下 試試看 把它打開來 看一下 如果你搬了一個位置之後呢 再打開 它要啟動聚集 那再試一下 就是這個 把它再搬到這邊來 其實可以這樣 其實可以 就是 預先在這邊先做一個按鈕 開發人員 插入一個這個按鈕 然後再複製那個工作表過去好了 這個 增加這個按鈕 那比如說 把這個做出來 試試按下去看看 如果說連過去 這個再拉過來好了 按Ctrl鍵 複製一個 按下去 沒問題 可以更新成功 OK 那表示呢 你放在任何地方都沒關係 即便將來 你把它放在網方上面 這兩個檔 放在網方 不過特別注意 讓人家只行這一個 它就自動會抓到這一個 OK 好 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 可以先試試看 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是 剛剛看到了這個 OK 那這邊的話 就是我剛剛 講的這一段 然後等一下 我會再把 這一段部分 給各位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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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